辦的很恐怖的一些 然後就我想對齁已經27年沒有做動物檢 就心情那時候 第一個當然先確定說合作的 如果沒有這三位我一定不接 沒有好榮幸喔 沒有跟酬勞真的沒有關係 因為大家也知道現在不景氣嘛 然後就 當然其實一開始實習生很多 我覺得那個陣容都非常吸引我 我記得我出來第一句話我就說 欸全台灣最紅的都到啦 就是每一個看起來都是好可愛啊好開心 然後也有很宅良的少偉 但是就是 我就覺得很久沒有回到綜藝節目的氛圍 當然它是一個真人秀 可是回到就是跟那麼多人每天在那邊念念念 總比每天在家跟老公念好 所以就可以覺得出來也看一看自己有沒有老 然後自己能不能跟得上這個時代 然後能不能為節目做出典功獻這樣 會很累嗎 這個 其實我之前問的兩個人 一個是顏雅倫 一個是小康 對 那個真人秀怎麼樣 他們就這樣轉過來 然後小康都說我最累 然後下次換雅倫我說怎麼樣 他也是這樣很累 我說那誰最累 他說我最累 我現在了解真人秀都是 你們這個比較累吧 因為有寵物 對我們這真的累 然後也是反正屎啊尿啊這些你都不能去 就怕啊口水啊 然後如果他比如你餵他吃東西 像剛剛花哇我真的滿熟的 就是他的口水這些都是 但是大家都有養 對都有養寵物的話就是 你根本就覺得是愛他跟他相處 然後這點我覺得瑤瑤 你們你們美容組應該感受最深 因為他們會碰到 他們就要預判今天來的是天使狗 還是地獄狗對不對 對 就是就是狗狗的狀 每一隻狗狗的狀況都不一樣 有些真的是很很緊張的狗狗 那我跟瑤瑤又是新手 處理起來真的會很累很累 通常弄完一隻很緊張的狗 我們兩個都都快去 我記得我們第一天錄完 我們兩個是直接坐在那個 坐在美容室地上 然後我都不講話就這樣 動不了啊 然後你去錄那個後訪的時候 我還是在那邊睡 可是真的睡著五分鐘 我也有 我也常在那邊渡顧 我還以為是老人才會這樣 沒有沒有 我們也在渡顧 真的太累了 我們真的在渡顧耶 好累喔 比想像中的累 而且後來就覺得天啊 原來美容師這麼辛苦 很佩服他們 真的很辛苦 他們是一個人處理一整天這樣子 但我們已經是兩個人處理一整天 而且我們最高基數才三隻而已 才三隻 他們是八隻 一天就都八隻 然後都要在一個小時之內處理好 對啊 我們還在努力 我們還在努力 因為你之前不是大陸節目的那個 新概念就是太累 這次節目 還好 我真的很謝謝大家 就是我們是從比較早開始 就是白天路 好像通常 當然你們上課比較累 大概朝九晚五的概念 對對對 我們就是白天路 那我就想說不能輸給年輕人啊 又帥又美又有實力又肯吃苦 那我要怎麼辦 所以我就走花瓶路線 比如說像圍裙是我自己去訂做的 我真的跟上一次去永樂市場買布 然後就訂做 然後我會一直為節目去想到新的 比如說這真的是我最近買的 這個小巢你知道這是什麼 溫度的 溫度計 對我們曾經就是serve上那個太熱的菜或湯 然後要不然你一直用擦人家要吃的食物 說好像還很燙啊 這樣一直擦 所以我就跑去買了一個這個 這樣然後就糾結說 到底要買290就好還是520 所以就是每次都會讓我們去學新的東西 我就會想說 那有什麼可以讓我們再更好一點 這個很需要吧 所以朝之前你買290還是520 520 因為買比較貴 我想說這樣比較好 還有可以掛起來還可以這樣做 然後他也可以經過套子這樣子 我還要量一下你的溫度 所以這樣最晚幾點會收工 傍晚吧 我們現在都傍晚 對有時候傍晚 就白天剛好就這樣 啪啪啪一個一個一直進來這樣 那你們家不是也有兩隻 對一隻黑柴一隻邊鏡嗎 可是你好像有在節目講說 老公比較照顧她們 有忽略到你嗎 眼睛長得太厲害了 我永遠現在只看得到我老公的屁股 因為狗在這他就會這樣蹲 所以屁股會翹起來 然後就每天在那邊這樣 左手按摩一個 右手按摩一個 這樣子很溫柔這樣 但也很謝謝她 我們第一集有來嘛 第一集當試吃員 不瞞各位說回去拉肚子 亂煮 亂煮我不方便點名是哪一位 就是真的那種狗都回去繞賽 你知道嗎 因為有一組沒有煮熟 對啊那個肉沒有煮熟 這樣但是他們兩個吃的很難 看節目就知道是哪一組 因為會播 那一組就被淘汰了 小潮最辛苦的是講話吧 其實我覺得是 其實我覺得是當下你要去應變一些客人的一些反應 然後狗狗的反應 因為我是 我是待在廚房裡 對 所以有時候外場的狗狗啊 比如說像上廁所 這些其實我們也要去幫忙 對 但是我有時候就是很常 比如說我在煮一個菜 然後就是沒有辦法顧慮到外面 對 所以就會很難應付過 對不過還要有陶姐在外面 有時候看陶姐在外面 聊天 或者是可能清理一些糞便的時候 就會覺得好像 會有點不好意思 因為其實這個部分是我可以去處理好的 真的嗎 你怎麼不說 他其實很有那個心 但是他又很害羞 因為第一天來的那個 就突然點了一個食材 是我們沒有練習過的 然後我們找不到那個 要用哪一個爐子 所以我就想啊 炸薯條的我就要炸 那是培根嘛 對 那我就要炸 其實他有murmur說 我們來 我來 但我覺得來不及說 我一丟下去那個油就 就直接炸到手 然後他就 就這樣 就是很怕 好murmur喔 太murmur了吧 對 太murmur 但是因為我 你知道嗎 我們就是在演藝圈那麼多年 我們也有顧慮的 我們很怕那個形象出去是說 欺負新人 丟油鍋都叫曹佑寧 然後我想說 沒關係炸我吧 你下次可不可以 趕快跑出來一點 可以可以 再進步了 好 那我下次就可以這樣睡一下 可以可以 加油 他最後戀愛經驗有幾天了嗎 而且你現在問他 可以問嗎 戀愛經驗 幾次 不知道耶 就那樣 因為他今天不能講是為什麼 你怕我們接下來問性經驗對不對 沒有啦 我們絕對不會問那一題 今天偉靜可以講 喔 偉靜 為什麼 那上面就說要高桃的 沒有 太出來 我真的嚇到 我想說 感覺很像女人這樣抓 真的太可憐了 他們兩個 這邊全部是抓痕 被狗狗抓痕 抓痕 有被咬嗎 兩位 目前還不夠 他有被咬嗎 他有被咬嗎 他是真的被咬 他沒有洗繭反而被咬 洗什麼 當時洗啊 喔喔 對 比較容易 而且當時本來是要 因為好像說 前面要先打火傷蹦 可是當時沒打 然後後來就被咬到 然後就其實當下是有點 想說怎麼辦 因為我沒有打破 我很好奇 因為我不是在店裡那時候 我去買食材 走回來比較慢 你被咬到的時候 你的反應是什麼 就是很痛 不是不是 我說你們 你有說喔 沒有就是 就是咬 其實我 我第一次過去的時候 其實有閃掉 但是又再過去的時候 又被咬到 你為什麼 你第一次知道他會咬 然後第二次要再過去 因為那時候是洪恩哥 洪恩哥 因為我跟洪恩哥算認識 所以 所以 所以一開始過去會覺得 好像跟主人很熟的時候 你就會忘記那個狗在旁邊 喔 所以就可能聊天 所以你是一直在摸洪恩哥的胸肌嗎 沒有啦 那你手一直伸是要幹嘛 就是會有一個慣性動作 然後狗狗因為放在桌上 對 然後就很難過 因為運動人比較會忍耐 所以你怎樣 比如說一咬下去 你當時是 他就這樣 他就忍住 所以我後來有點 我就跟製作人說 你是不是希望我被咬 你沒告訴我 製作人說 我們到底不知道 因為你太冷靜了 喔 只有傅凱知道 我就過去跟他說 我就凱給我被咬 哇 你趕快要是我的消毒啊 哈哈 大概是這樣 才是這樣的 哈哈 對啊 大概 對桃子姐會對小桃 會想要對他發火嗎 發火是沒有 但我也很嚴肅的跟他講 我說你要講 因為那時候 你知道嗎 我們江湖經驗這麼豐富 我心裡就想說 一定不是他 這還是太單純 一定是芒果姐 然後我就想說 是不是芒果姐有C 然後要咬我們 就後來發現 不是真的是他太單純了 然後 但我們有講過 然後他就很自責 然後後來就去看了憂鬱症 然後憂鬱症 然後憂鬱症 沒有啦 亂講 開玩笑開玩笑 對然後就 我們就 沒事沒事 後來有一次我們有 好像大家常談吧 聊天說 欸你不會覺得我們不喜歡你 太遭會的時候 然後你還真的頓了蠻久 其實 好像有一滴 嗯 你會覺得 我們好像是聊那個 什麼A型啊 血型 然後 然後 然後就是說 好像 A型的人會走心 是嗎 對對對我們兩個一起 我們就說會走心 但我不走心 因為我覺得 淘姐蠻 我覺得這個是另外一種 照顧我的方式 你有了解 知道知道 非常 那你就好好的忍受一下 哈哈 不能說忍受 沒有啦 我們真的都蠻互相 我覺得 然後就很奇怪的是 我們也沒看過八字 然後也不知道星座 可是我覺得很match 就這團隊直接就是 喔 我還記得 這可以講嗎 內容會不會越講越多 反正就是有一個服務 然後 我看你們廚房可以 我知道你們需要救援 然後我就跑去幫忙 水啊 什麼你記不記著那個 還不能講的內容 就是大家互相就是 哪裡有洞 然後我就補 我覺得這團隊 對 好像可以出道咧 好不好 放下五間琴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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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雅雅不是說 天天都覺得自己要爆炸 喔 她前兩次真的有爆炸 不是天天都在爆炸 不是要爆炸 哈哈哈哈 就是持續這樣爆炸 喔 發出來就好了對不對 對 其實就講講就是過了 對啊 我覺得我自己有一點神經病 但她力氣 她很 就是她很有 她才是真正氣場強大的人 我記得那時候 兩隻大狗來電影 然後我一拉 我整個人被拖走 差一點 我就趕快卡住桌子 然後她就出手 她就直接這樣 過來 然後把繩子這樣弄斷 就直接這樣子喔 我就覺得有肌肉 然後那個狗就 就被拉住 她就一個那麼小的女孩 震住兩隻比她還高的狗 所以我就想說 哎呦 真的神力女超人 我們今天在平面採訪這邊 我們有一個禮物送給大家 誰要吃狗罐頭 先幫我加紅椒一下 好可愛喔 送你送你 因為這個更神奇的是 剛剛攝影記者給我的 我說你 餓的時候都吃這個喔 隨身帶可愛喔 好可愛喔 那偉晶是養貓啊 可是要服務狗 不會心裡有恨意嗎 不會啊 不會她恨啊 她長得很小心翼翼 因為我就 不知道怎麼接觸狗 我一開始真的連抱狗都不會 都是大家 教我怎麼姿勢正確的 所以我就是抱著一個學習的心態 跟狗重新認識這樣 因為我平常是毛孔 完全沒有接觸任何狗 那狗會不會一直聞你身上的味道 其實還好耶 我以為我回家 貓也會一直問我 結果超不理我的 是不是想說 欸 真的有這個傳說嗎 你的貓是本來就不理你 還是因為 哈哈哈哈 哈哈 好快喔 人家的狗狗都會一直問耶 是不是本來就 偶爾才會理我而已啦 是啦 屏體比較低一點 一樣很深刻的狗 都好深刻喔 有一隻最巨型的 但是這個梗 我們一直講都講完 今天梗夠了嘛 哈哈 有一隻最 就是可以洗三個小時的 我有被瑤瑤 擠了一下 我想說 我能夠擠喔 不是那一隻真的很大 那隻大概就是 去掉一個桌子而已的 剩下三張桌子那麼大 他快跟一隻羊一樣大了 然後桃子姐問他 要不要洗澡 對然後他們才弄到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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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是有主人 要來洗澡 然後 早上就說 欸他今天要不要洗澡 你知道嗎 草尼瑪你們 哈哈哈哈 我覺得他比草尼瑪 就是脖子短一點而已 但是比他還大 而且因為他算是獵型犬 就是是有一點兇猛度的 然後一般市面上 真的很少看到這麼大的 對 不是不是 欸大丹嗎 大丹 大丹 大丹真的蠻恐怖的 他是湯智瑋哥的 而且是流浪犬 然後智瑋哥收養他 很大欸 重點是他很溫馴 他會塞奶 可是你要想一個桌子 跟你屁股這樣蹭你的時候 你就飛出去 你知道嗎 就是很可愛 我們洗澡的地方也塞 那個塞不下 這個 那個頭先進來 最後來沒洗 沒有沒有 智瑋哥有放 智瑋哥有 對對對 這聽說之後 這症狀會不會壓力很大 超大 會耶 你真的有要考 其實會耶 壓力蠻大 因為我覺得這 不是一件蠻容易的事情 然後也是需要你有一些進度 然後每一天學習的東西都不一樣 然後還有 我既然要有鄙視口試 對 然後我非常不會考試 實作 對 有可能考不過嗎 我覺得有可能耶 因為是蠻 因為我們是真實的實際節目 對所以 如果真的考不過 那 可能我真的就會離開這個 而且考不過好像要等幾個月再考耶 對 你開這個節目嗎 考不到的話 不要這樣子 我們還是很需要很多 剪大便人跟參廟的 可以 很急 很感情 我們都有一直問製作人 萬一考不過怎麼辦 節目還可以做嗎 天啊 你們千萬不要走 欸 你也是 我覺得不一樣的累 因為他這個是 你真的就是開店 那是完全沒有接觸過的事情 你包括你要切菜 然後要做菜 然後包括你要 雖然說 不是應付客人啊 就是接待客人這件事情 好像都是陶子節比較多在進行 對可是 就是整個一天下來 你要忙的事情太多了 而且 會發生的狀況也非常多 嗯 然後 膳食主席蠻辛苦的 但美容組我覺得更辛苦 因為他們兩個人常常是 一天我們錄完影 就是關店的時候 他們兩個人出來 他們的手 都是抓 而且是真的兩眼無神了 就我們最後還要開會的時候 他們就 大家就是在呈現一個 最自然的狀態 太累了 哈哈哈哈 節目來的以前你會怎麼講 喔 嗯 我我贏點不知道 我我可以講一個 就是我發了 他本來要來 後來沒來的 就是家用節 他就我就說 那這樣我們也可以去你店裡拍婚紗店 我才不要讓你的稿去我都會殺店 哈哈哈哈 我說怎麼了嗎 他就說我的稿是笑欸 哈哈哈哈 然後我說那可以來還蠻有效果 我就想不到過了一個年 他就直接拍給我看 就是跟你的傷口一樣 他被他家咬咬 所以他就說 你覺得這樣還要來嗎 我說 你放心吧 你先去嘗嘗 哈哈哈哈 快快 真的欸 所以小嫂有關心一下 前女友的最近的新聞 蛤你也有女友 前女友 前 你們不熟喔 就一個往後 再當牙醫助理 好 一次 這也好硬喔 一次 不想回答嗎 我可以幫你喔 兩次 來我們接吻 接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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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哈哈哈哈 再 用回答嗎 不要 不要這樣啦 那個 姐 姐 你看他今天都打扮好 待會要為你按摩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那就是殺人魔吧 那就是殺人魔吧 哈哈哈哈 不是要為你按摩 這個 其實不難的選擇吧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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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問什麼 那有沒有 有沒有祝福 前女友被拍到 跟新歡 恐懼的新聞 沒有 其實就 我有一首歌叫 我不祝福 哈哈哈哈 我不說 我祝福 我不祝你 幸福 有沒有好好聽 好聽 哈哈哈哈哈 就學起來 學起來 沒有啦要祝福了 祝福啊祝福 對 好 那我們好 今天還是三生 還是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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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很多偶像 出乎我們意願 給破演技 你突然就跟 你不會明天就走進你的經濟公司說 欸我還是明天六點補腹腦筋 不會 不會 我還沒懷孕 沒有沒有懷孕啊 沒有對象懷孕啊 鬧你鬧你啊 沒事沒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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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因為他真的很好笑 對啊 我們就常常這樣弄他一下 你怎麼樣 你是不是 出發有點沒差 他表情就是你不要討厭我 就是跟全明星的他完全不一樣 不一樣齁 因為後製剪接好像是同一組人 他們就說小曹完全是兩個人 真的齁 很有趣 他擅長跟不擅長 那你可以想像你拿刀子的就是 那個往前要殺球 殺球 就是有一點氣勢那種 我覺得很難耶 可是我又想要往那方面去進行 哪方面 就是至少表情啊 狀態是很像很厲害 表情 不要太僵 對 表情 表情 就是很認真的在做這件事情 不然我覺得 還是因為你開始錄的時候 那時候那時候你剛打完肉毒 沒有啦 開什麼事啊 開玩笑 開玩笑 接不下 好喜歡喔 歡迎大家來 對不起你說 李金玉 那個詩哥 李金玉 眼睛多漂亮 有五年啊 有五年啊 然後這樣子 收視沒有壓力 收視 喔對齁 因為第一集其實大概有十幾個人扛 平均 我們要看收視最低點在哪 再也不要發它來 然後第二集 又有五個人一起扛 如果收視最低出現在那 要怎麼辦 離開 太嚴重了 你不能離開啊 要加油 至少我們有墊背的啊 不會啦我覺得 其實內容真的很好看 然後我們自己常常 就一邊看一邊這樣 好笑 好笑 希望大家在就是現在 疫情已經到了尾端 然後我們都悶了這麼久 我們也需要一些 感情上的溫暖跟療癒 然後看這個節目 看年輕人的努力 想像不到他們居然 會唱會跳會演戲 會打排球 會打各種球之外 還能夠 讓自己重新設定 就像我都快六十歲了 我還要重新設定 每天把自己當新人 我沒有真的六十 你不要這樣看我 然後就會覺得 每天都是新的一天 然後我很謝謝他們 就是常常我們有時候 店裡那個很多食材 我們都貼好了 你知道歐巴桑的心態就是 那這剩下的 他要記得你待會去煮 然後我的狗 我們就好多鮮食 每天在吃 那我覺得 也讓他們更健康 然後自己也覺得 好像對貓小孩 有多付一份心力 這樣子 我覺得大家看了 會蠻感動 就是說你真的看不到 怎麼塞 塞不了 然後我們就是 所有狀況一來 現在怎麼辦 然後製作單位就蹲在旁邊笑 就是看你怎麼辦 那但是目前走來 so far so good 還可以 那只是不曉得 小潮也會出什麼亂子 他會不會拆了我們的台 然後你會不會就拿著刀 就出去 然後這樣啊我不要幹了這樣 對嗎 不會啦 節目裡面的哏 他有被我們逼過 但是這個哏就不能講 因為是大爆炸 大爆炸 大爆炸 瑤瑤最狠的瑤瑤 先不能講 先這樣 好嗎 應該已經夠了